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莓劉勒 今天要帶來的介紹是白上吹雪 白上吹雪這隻呢 其實在我們整個遊戲裡面 也算是蠻特殊的一台船 它是第一台叫做航驅的船 它可以攜帶航空艦載機的一個驅逐 那究竟它的性能表現又是如何呢 我們接下來往下看吧 首先還是從我們基礎的三圍面板來看一下 這邊看到的耐久的部分其實算蠻高的 那裝典部分其實算是在整個驅逐裡面的前段版 那雷裝部分如果跟叢英來比的話 它其實雷裝是沒有比叢英來的高 可是比其他的驅逐 它的雷裝算是高檔的 跟叢英比是低啦 那跟其他美國鐵血算是比較高的 那這邊最特殊的地方 它多了一個航空值 所以這是這次遊戲裡面第一台 擁有航空值 可以攜帶艦載機的一個驅逐 那這邊比較抱歉的地方是它的樹立 它雖然是一個驅逐 可是它的樹立僅僅只有40 一般的驅逐我們說的玉三家 它們的樹立基本上都有個45、46以上 改造的驅逐也是會有這麼多 哪怕是白皮的小天鵝 它其實速度也會超過這40 那它這邊武器的部分呢 其實一樣它跟叢英一樣 它的主砲部分是劣勢的 所以不用期待它的主砲的火力 那在魚雷表現上面算是一般般 跟叢英差不多是有150%的效率 配上它的一個比較較高的雷擊 是可以打出不錯的雷擊傷害 那第三個不是用對空砲了 它取而代的是用一個暴擊機 可是這個暴擊機的效率也不好 跟方舟一樣 所以這個低效率跟低航空值呢 其實對我們來說 我們不用去期待說它會有 多麼爆發的航空傷害 所以只能算是一個消彈幕的一個特殊使用 那整體而言 它其實比較像是吹雪型的一個升級版 在耐久部分稍微高了一點 各方面都稍微高了一點 只有在雷裝上面是低落的 那可是它取而代的是有另外一個 航空艦載機的一個部分 加上它的技能也會利用到這個艦載機去做補足 所以整體傷害會比吹雪來的還要高很多 那我們接下來從技能方面 來去看它這個使用情況吧 好首先我們先從第一個技能來看 第一個技能就是第三個裝備 變換變更為爆擊機 我們剛剛之前有講 從對空砲變成這個爆擊機 然後呢 不管我們裝備什麼樣的爆擊機 它最終都會形成這個 這個狐損外裝的一個飛機 所以我們不用去更改它的外裝了 它最終形態都是這個狐損的外裝 好 那再來 航空攻擊的準備時間增加100% 這100%其實不是在算它的CD 我們有去看過它的CD 假設我們利用最快的這個普魯馬 當作爆擊機的時候 利用這個公式的算出來 它的攻擊的CD大概是17點多秒 那其實在正常的戰鬥模式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 它大概也是在17秒之後 發射出了它的第一個空襲 所以準備時間增加100% 它並不是在說它的CD會增加100% 那有另外一個說法是說 它在發動空襲到進場投彈的這個時間 會增加比較多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從演習後面看到 它發動空襲的時候 它的飛機從場外 也就是主力後面飛進來 所以從主力後面飛進來 到前排要投彈的時間 這個空窗期是還蠻長的 大概快有5-6秒之多 所以這個準備時間 我可以把它想像成是 發動到投彈 這一段的一個空窗期的準備時間 因為一般的航母就是 起手 空襲CD到的時候 自身身上就直接飛出飛機了 所以這個可能是 唯一可以解釋說 它的航空攻擊 做準備時間增加的一個說法吧 好 那再來 戰鬥中每20秒會發射一個航空攻擊 正常的空襲 它投的是一個弧損 那特殊航空攻擊 也就是這個彈幕呢 它丟的是一個白色的炮彈 這個蠻明顯的有一個差距啦 如果你在自利域的時候看不懂 可以看那個炮彈的樣子 那這個特殊航空攻擊呢 它是吃自己的雷裝 60%的雷裝屬性 所以也就是我們的雷裝越高 它打出來的傷害會越高 好 可能會有很多人有疑問 欸 什麼叫做吃雷裝的航空攻擊 那我們可以直接到我們每日的那個 魚雷戰場關卡去做測試 因為這個王只會吃魚雷的傷害 也就是雷擊的傷害 所以一般空襲我們可以看到畫面中 一般空襲只有打擊地而已 那它後面的彈幕系統是可以打到5000以上 所以這個彈幕這個航空攻擊其實是吃雷裝的 那又後面我們可以用別的方式來做呈現 就是影響雷擊的神通 進場就可以增加我們的雷擊值前排的角色 那果不其然我們的航空是有增傷的一個趨勢 那在第二個我們也用了古風 古風的一個debuff 也是可以有效去增加我們的航空的一個彈幕傷害 所以這個扎扎實實的顯示說 這個航空攻擊確實是依據我們的雷裝屬性去做影響的傷害 好接著這個裝備推薦部分呢 一樣我們這邊算是用日式的驅主做配裝的基礎 那主砲效率低 所以我們給它用秋月砲就可以了 那魚雷部分用四連磁雷 甚至你有五連彩池的話也是蠻推薦的 自律的時候磁雷的命中效率是不錯的 那爆擊機的部分呢 我們可以選這個CD比較快的 那本來它的效率就不高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這種 這個831核心可以兌換的 它的功能是CD夠快 然後它也可以有一個debuff就是破甲的效果 所以我們基本上我們航空不痛 那我們可以期待它有一個破甲效果 來增加我們整體的那個主砲輸出 好那設備的地方就是 增加我們這個雷裝部分的這個採棒 還有增加生存的這個維修 基本上它的配裝大致上就是還蠻基本的 主要是爆擊機械選擇 如果你沒有這個核心的話 你可以選比較快的像彗星 或是更快的這個Proma 不過它就只是快而已 然後可以稍微做青彈幕的功能 那當然是選用這種具有輔助破甲能力的 飛機是比較好的 因為CD其實你看其實也沒有差到很多 好一雙是它這個基本的一個配裝 好最後講到我們這個配對的模式 還蠻簡單的啦 就是利用我們這個蟹飛 可以保護脆皮的能力 然後還有利用我們這個神通 或是你可以用揚岩 可以增加我們前衛雷擊的一個實力 那可以幫助它基本的魚雷 還有它的彈幕 能夠有效的做提升 那後排的選擇呢 我是建議使用這種彈幕型的戰艦之類的 會比較好 為什麼呢? 它的魚雷大概就20秒會放 再來它的空血大概也是20幾秒會出來 還有固定20秒的彈幕 所以基本上它很多的傷害 都集中在20秒到25秒附近 所以我們必須選擇一個 擁有彈幕技能的戰艦當後排 可以使用這個快速 大概15秒16秒發炮的 觸發彈幕的效果 來錯開它在20秒的一個爆發 那如果我們使用一般戰艦 然後只能配上用 比如說像是406 這樣子的一個模式的話 其實很容易撞在20秒 跟它的彈幕還有它的魚雷重疊了 所以有可能的有效輸出 有效傷害就沒有這麼完整了 所以基本上我會比較推薦使用這種 擁有快速彈幕可以打擊敵人的一個 戰艦去錯開它的一個航空攻擊 好啦以上是今天對於這個白上吹雪做的一個簡單介紹 那總而言之這隻航驅蠻特殊的 它不僅擁有自身魚雷的破壞力 它還有它的特殊彈幕也是吃雷擊屬性的 那等於說它有兩把攻擊的武器 而且這是錯開來的時間差攻擊 所以你能夠提供它更多的雷擊屬性的話 它可以給你更多的雷擊傷害 那在未來可能可以打到12圖 那因為它沒有對空砲的關係 所以可能在對空方面會很慈禮 需要別人來去cover它 那如果要說要打到13圖 可能真的就不太行 因為13圖可能會有我們的 這個對方有對空的部分 所以它的飛機飛上去可能一下就被打掉了 所以可能只能到12圖就差不多了 那未來在13圖的表現可能就沒有那麼大 不過也還是一個蠻好用 輸出蠻強力的一隻角色 好啦 那下一期就是我們這個空媽的一個介紹啦 那敬請期待 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